那一年我自己當訓練組長 在校慶前 我們就會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像校慶這樣的一個活動 如果只能夠行李如宜 但是底下的孩子 其實對這個活動沒有任何的感覺 甚至覺得很希望 快速讓這一個活動結束的話 那其實這個活動本身存在的價值 會讓我非常非常的疑惑 那所以那一年 其實跟幾個夥伴 我們就在討論 有沒有可能可以在 不影響整體典禮進行的情況下 我們去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就決定要玩 機關骨牌 所以我們的第一年其實就是在 我們禮堂的二樓的上方的壁面 架一個軌道 那所有的學生坐在下面 他們就可以看到骨牌 在空中的軌道跑一圈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他們是群險心病 然後那為什麼會把 整個校園弄得這麼樣的辛苦 那當下告訴自己 就是以後絕對不再玩這樣的東西 實在是太累了 那也許是因為這樣的活動興起 所以學生跟學校就覺得 哇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到了第二年 我在接訓運組長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就讓骨牌這個活動延續 可是第一年已經跑了禮堂一週了 所以第二年怎麼辦 所以我們第二年就決定要跑全校一圈 所以我們就連結了全校所有的建築物跟特色教室 例如說像是生物教室 地科教室 物理教室等等 利用學科性的東西來融入骨牌的部分 那那一年我把自己的班帶進來了 那麼在設計的過程中 我們就開始去思考 在校園空間中 如果學習是孩子必須的 有沒有可能讓孩子去試著思考看看 總把我在課本上所學的東西 落實到骨牌設計裡面 好因此那一年我們走 物理教室 化學教室 生物教室的時候 孩子們就開始真的去設計 把物理的概念 化學的概念 然後放到骨牌設計中 那到了第三年是2012年 我們就是讓學生他們自己去選議題 然後融入知識性的東西 舉例來說 會因為什麼樣的原因導致2012的世界毀滅這樣 那有些人就提出來可能是全球暖化 可能是石油危機等等的 所以他們就大概選了七八個議題 然後我們就這幾個議題下去呈現骨牌的連續反應 我們讓孩子去做 以議題讓他做思考規劃設計 那麼去提醒孩子有沒有可能在設計的過程中把所學實際放到裡面去做實施 做設計 那事實證明成效還不錯 那因此到這一年我們開始自己在正式開課程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這樣的一個發展課程 我們把議題做成一個主要引導的方向 那孩子在這設計過程中我們努力的建議跟提醒孩子們把實際所學運用進來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社會主 所以就是想說激光骨牌一定要有融入這一些 但是自己又本身不擅長 所以就是會很積極的去問同學然後問老師 然後就是明明就是自然課很少 可是還是利用一些課語時間等等 然後去跟老師溝通 甚至借實驗室來做實驗這樣 因為其實骨牌它是一個動態的一個活動 變成說你要有大量影像的紀錄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它才有辦法完整的去呈現 因為影像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一種回顧跟成果 那就像剛剛兩位老師所說的 孩子們在一開始什麼都不會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是很朴著很青澀很稚嫩 那當然他們看到自己跟同學吵架的那一段的時候 也是會很有趣的 那所以在這一段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孩子是看到自己本來是不會的 本來是不投入的本來是不喜歡的 那最後到發現從他們的手中 也是可以去建構出一個他們原先以為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服力 因此在影像的整個的紀錄過程當中 我覺得給孩子最多的 其實就是告訴他們 我沒有放棄所以我可以 我負責工作是說就是 後來學人他們找我加入這個團隊 那他們第一個希望我說可以幫忙去製作一個網站 那其實我覺得網站最主要的部分是說 我們希望把我們所有的教學過程就有內容一些 影片啦檔案啦 甚至我們的一些教學資料都放上去 如果有其他老師 如果他們可能想要去參考我們的教材的話 他們就可以直接去網站上面去搜尋資料 甚至說你可以直接去網站上Google一下 都可以找我們相關資料來做參考 因為就是說我們提供學生一些平台 因為其實像學生他們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看到 所以通常他們現在很常利用的是YouTube 那我們就說我們把一些YouTube的連結都把它整理好 在這邊這邊哪邊的地方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作品 甚至有很多網上流傳作品 但事實上有一個官方的網站是屬於說 我們這些作品可以放在這邊讓各位去看到這樣子 我覺得老師在這個上面比較像是情感上的衣服 因為學生他在學習獨當一面的過程裡面 他是需要一些夥伴的陪伴 那在這裡面你說學科上的東西 嚴格上來講 多多少少有一些啦 就是說學生他可能不自主就用到了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一個這樣的課程 再讓他有一個平台 讓他多多的就是 你可以用到你就用 你用不到的 就是可能老師在介入 然後再跟他講說 那你可以怎麼想這樣子 如果說在學校只能學到一般的知識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注意 其實反而是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知識拿來用 甚至說我們可以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 學習到更多的東西的話 那這樣我覺得反而比一些課本上的知識還要有用 其實我覺得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它其實就是從玩開始 一般的學生他們在面對玩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可是骨牌是要一連串不斷解決問題 那些問題不是只有知識層面上面的 我要跟你合作 我要跟他合作 可是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我在牌裡把我弄到 他把我弄到 或者是我不想去把別人推到 對 這重要的問題都是他們必須要去面對跟解決的 當我們從事教育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說我們要帶給孩子 真正有意義的教育內容 那麼是不是課本跟考卷 就代表了所有教育的本質 如果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們其他孩子真的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那麼我們試著多一些可能 多一些想像 那麼很可能我們可以帶給孩子的 才是真正未來 他實際上可以在生活中運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帶給孩子的 我們能夠和我一起去 在生活中運用的方式 那麼看,我們可以帶給孩子的 我們可以帶給孩子的 你配合作 到來 他們說 那麼多人 我可以帶給孩子的 我可以帶到 earn少許 我們可以帶給孩子的 我們可以帶孩子的 印象 我們要求 我們是分架 我們可以帶孩子 我們是破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